这个倒霉的偷车贼 被反锁在车内 整整三天三夜 使劲浑身解数都无法逃脱 原来这车经过特殊改装 四周密不透风 隔音效果极佳 玻璃不仅防弹 还贴上防窥膜 最可怕的是 车内屏蔽手机信号 想报警求救都不行 小偷算是遭报应了 都说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识血 男人是个臭名昭著的贯偷 这天盯上了路边一辆车 先是故意撞了下玻璃 没下来人看来车主不在 环顾四周确认安全后 小偷拿出一个网球 手掌用力一推 车门就被打开了 从手法来看 不愧是老手 男人熟练拿出工具 随便一抽一提 轻松卸下了汽车中控停 这玩意能卖不少钱 接着就是搜刮车上值钱的东西 可只发现一个装满文件的皮包 以及一副墨镜 小偷有些不爽 临走前故意朝车后座撒了抛尿 之后得意洋洋准备离开 这时却发现 车门打不开了 男人有些着急 挨个车门试了遍 但是都打不开 于是又爬到后座 想要打开后备箱 却依旧已失败告终 车后座上满是尿液 男人也顾不上嫌弃 手脚并用想揣碎玻璃 可无论怎么用力 玻璃都纹丝不动 他只能砸方向盘泄粉 这时一个大妈路过 吓得男人赶紧躲到门后 好在对方没有注意到他 人类和动物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会不会使用工具 男人挑了根顺手的撬棍 从车门拆了下来 可万万没想到 塑料外壳下竟然是厚厚的钢板 男人不信邪 既然车门出不去 那就从车底下手 可是掀开地毯却发现 车底也被钢板焊死 这下只有最后一招了 男人掏出手枪对准挡风玻璃 一枪下去玻璃不仅没分 子弹还反弹打中了自己 疼得他哇哇乱叫 伤口不停往外冒血 为了防止湿血过多 男人脱下上衣 凝成绳用力绑在出血部位 想要打电话求救 却发现车里没有信号 好在一个美女路过 似乎发现异常 结果对方只是补口红 根本没看见车里有人 原来这是单向玻璃 里面可以看见外面 但外面看不见里面 男人彻底绝望了 更倒霉的是 手机也没电了 湿血让他口渴难卖 仅剩的一点可乐聊胜于无 之后男人昏睡过去 再次醒来已经是深夜 伤口处钻心的疼痛 好不容易熬到早上 男人渴得不行 但瓶子里一丁点水都没了 他只能用手指将车窗上凝结的雾气 聚拢成水滴 然后贪婪地舔湿起来 冷静下来的男人继续想办法 他把汽车中控重新装了回去 就在这时 电话铃声响起 男人欣喜若狂 终于要得救了吗 电话是车主打来的 原来这一切都是车主的阴谋 在阿根廷偷车贼非常猖狂 车主已经被偷了28次 偏偏警察拿这些小偷没办法 抓住了顶多关几天就放出来 小偷还会故意报复报警的人 无可奈何的车主 只能用这种方法惩罚偷车贼 他在车上设置警报器 连接到自己手机 可以远程操纵车门上锁 整车做了防弹加固 车体加装隔音层 窗户不仅防弹 还做了偏光处理 外面根本看不见里面发生了什么 车里还装了一枚炸弹 可以随时引爆 小偷被困车内48小时 尝试了各种方法 都无法逃出升天 因为车子经过特殊改装 专门针对偷车贼设计 原来这辆车已经被偷了整整28次 饱受困扰的车主想到这个主意 而眼前的小偷就是信任 车主问出一个致命的问题 如果抓到小偷 你会怎么做 男人不知如何回答 只能摇头说不知道 车主显然不满意这个回答 让他想好了再回答 可男人现在只想出去 根本不想玩什么问答游戏 他一边大声咒骂 一边疯狂叫嚣 如果自己能逃出去 一定亲手宰了他全家 车主挂断了电话 男人感觉又热又渴 就在这时 车内空调启动 他贪婪感受着凉意 不过车主可不是好心 片刻后男人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车内温度降到了16度 冷风被开到最大 他被冻得瑟瑟发动 空调按键不听使唤 没办法为了不被冻死 他只能解开腿上的衣服 然后撕下半边牛仔裤 重新绑在大腿伤口处 然后拿垫子挡住出风口 用报纸堵住缝隙 不过这样终究是杯水车薪 他以为自己要被冻死了 这时空调突然停了下来 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这只是个小教训 小偷再也没了之前的嚣张 哀求对方放自己出去 车主再次问了同样的问题 如果抓到小偷 你会怎么做 男人明白这是在暗指自己 他告诉车主 应该报警把小偷抓起来 现在在他眼里 警察就是天使 他宁愿被抓进去 也不想再被折磨 但报警也不是正确答案 男人恳求对方饶了自己 他已经认识到错误 以后再也不敢偷东西了 可车主再次挂断电话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三天 男人百无聊赖玩着安全带 这时一辆警车路过 车上下来一个交警 好像发现了异常 绕车走了一圈 男人大声呼救 不停敲击玻璃 却于事无补 交警留下一张罚单 便转身离开 男人绝望无比 难道真的要死在这吗 外面开始下雨 他渴得不行 车主的电话再次打来 男人不停地道歉 希望对方原谅自己 看他认错态度还算诚恳 车主大发慈悲 告诉他后备箱有水管 就是味道有点奇怪 男人已经顾不上这些 一把扯出水管 接了半瓶一饮而尽 晚上饿到不行的男人 只能吃苍蝇冲击 第四天 男人开始发烧 应该是伤口感染所致 因为得不到救治 受伤部位发炎流浓 车主非常贴心 给他打开了暖气 车外30度高温 车内吹着暖风 男人汗流加倍 意识渐渐模糊 顽强地求生欲 让他又挺过了一天 男人撕下一叶纸 揉成团塞进嘴里 用力咀嚼然后咽下去 这个小偷已经被困在车里 整整五天 车里没有食物也没有水 为了活下去 他只能吃止冲击 暂时缓解饥饿后 男人冷静下来 开始整理车上的物资 思考如何脱离困境 这时一个小偷走了过来 也盯上了这辆车 男人充满期待 可同行技术不行 还没撬开就被路人发现 希望再次落空 时间来到第六天 男人开始出现幻觉 快到坚持不住了 车主可不想他怎么轻易死去 告诉他刹车下藏了块巧克力 饿了六天的男人 狼吞虎咽起来 补充了一点能量 他感觉状态好了些 继续用工具撬车门 终于挖出一个小洞 这也给了他一丝希望 晚上他百无聊赖按着启动键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一直无法启动的汽车 静亮了起来 男人挂上倒挡 用力撞向电线杆 安全气囊弹出 车窗终于松动 被困144小时后 男人终于逃出生天 他走进一家便利店 直奔货架拿了一瓶水和两个汉堡 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保安看他行迹可一上前盘问 男人只想专心吃饭 掏出手枪干掉了碍事的家伙 下一秒 他猛地醒来 原来刚端不过是梦 他根本没有逃出去 还被困在车里 绝望的男人想要吞枪自尽 可天不遂人怨 偏偏子弹还卡壳了 这时幕后真凶终于出现 是一个光头医生 医生坐在车上讲起自己的经历 曾经他有个幸福的家庭 可这一切都被小偷毁了 女儿和女婿 以及年仅三岁的孩子 遭遇入室抢劫 对方抢了钱不说 还残忍杀害女儿一家 痛失家人的医生 决定报复这些小偷 才有了一开始的故事 就在这时 医生的电话响起 趁他接电话的功夫 男人举起手枪偷袭 然后艰难爬出车外 没想到这枪打歪了 医生没有死 正要把男人拖回车上 却被巡逻的警察发现 医生只好挟持了男人 双方僵持了整整两个小时 越来越多人聚集到现场 医生告诉围观的人群 这个家伙是个该死的小偷 甚至还开枪打伤了自己 如果把他交给警察 第二天就会被放出来 这就是可悲的现实 正义得不到维护 罪犯逍遥法外 受害者只能拿起武器保护自己 医生的话也引起大家的共鸣 一时间群情激愤 警长劝医生冷静一点 但医生已经一无所有 失去了挚爱的家人 他无所畏惧 势必要惩治这些罪犯 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则 唤醒人们心中的正义 只有大家都觉醒了 共同反抗犯罪 才能还设回一个安宁 警长劝他放下枪 不能因为一个坏人 让自己变成杀人犯 那样和这些罪犯有什么区别 坏人应该交给法律去制裁 相信他的女儿在天之灵 也不希望看见父亲杀人 这番话终于触动了医生 他将小偷交给警察 手机被放在车顶开始倒计时 警长意识到不妙 赶紧疏散人群 下一秒汽车被引爆 医生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唤醒了沉睡的人们 同时也警告所有罪犯 这个世上从来不缺正义之事 死了一个他 还有无数个他站出来 天堂上的医生 也终于能和家人团聚